这两天收到有朋友的私信和评论啊 说想听张军案 满足一下大家 给大伙讲述张军案 说起汉匪张军 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2000年9月1号 跟往常一样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长德分行江北支行的运钞车 从支行出发 到各储蓄网点收取人民币箱 下午5点50分 在收取十个网点 共计2248万余元的营业储蓄款之后 运钞车呢 到达了最后一个网点 北站分离处 车门打开 头戴钢盔 手持微型冲锋枪的押运京警 肖伟东和王建国 首先跳下运钞车 分别把住了车前后的主要方向 另一位担任司机的经警周军 坐在驾驶座上 防护运钞车的另一侧 随后呢 两个出纳员 25岁的王平和29岁的李靖 下车走进分离处 不远处 出租车司机刘辉 看见同行陈世青向他招手 于是呢 就停下车来 跟他聊起了家常 下午的8点06分 北站分离处内 一个戴帽子的蒙面歹徒 突然从后门闯进来 直冲到李靖和王平面前 举枪就朝王平头部连开几枪 王平当场死亡 李靖则被歹徒推出了分离处 分离处外边的三个警警 听到枪声 正要采取行动 突然从隐蔽的地方 又出现了三名蒙面劫匪 朝他们开枪射击 萧卫东和王建国 头部中弹 倒在了运钞车边上 周军呢 则倒在驾驶室里 劫匪迅速从京警身上 拿起两支各装有15发子弹的 微型重锋枪 这时候 李靖已经被蒙面劫匪 推到运钞车前边 劫匪勒令他 打开运钞车的后门 李靖知道 开门之后 自己也必死无疑 他一不做二不休 把钥匙插进锁孔 拼尽全力 朝反方向猛然一扭 咔嚓一声 钥匙断了 气急败坏的劫匪 向李靖四枪齐发 李靖当场身亡 听到枪声 分离处女职工 萧兰英和石氏英 按响了报警开关 顿时警铃声大作 见到这个情景的出租车司机 刘辉正在惊讶的时候 刚才还跟他谈话的陈世青 突然露出了猙獰面目 从衣服里掏出手枪 对准他的脑袋开了枪 子弹从太阳穴打进去 刘辉当场死亡 陈世青打开车门 把刘辉的尸体拽出车外 自己钻进去 发动汽车 几个蒙面的劫匪 朝他飞奔而来 劫匪跳上车 出租车驶入拐角右边 数百米深的小巷 往老护城墙的方向 疯狂的逃去 六分钟之后 大批巡警赶到现场 迅速封锁现场 维护秩序 组织围捕追击 并且上报各级领导 时间不久 大批的刑侦人员 也陆续赶到 开始勘察现场 询问目击人员 很快警方证实 持枪抢劫者 一共五个人 都穿着深蓝色的套装 戴着深蓝色的帽子 其中一个人呢 身体看着挺结实 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另一个人呢 身高一米六六左右 偏瘦 剩下的三个劫匪 这身材呢 都介于这二者之间 劫匪驾车冲出小巷之后 驶入了比较宽敞的御财路 最后在郊外的甘露寺附近 汽车逃逸 沿途 他们开枪击中四人 其中两人死亡 下午的六点二十五分 常德警方下达第一道电令 要求全市各区县乡 迅速组织武装人员 在各路口不空 增设路卡 形成第一道包围圈 执行任务的每一位警察都明白 应该力争将劫匪解决在常德室内 可到了晚上九点 常德方面仍然没有传来发现劫匪踪迹的消息 湖南省公安厅再次电令常德附近的义阳 长沙 岳阳 楼底 淮华 张家界市公安局 以及长沙铁路 淮华铁路 湖南民航公安处 要求这些单位的公安局长立刻到局指挥中心 坐镇指挥 主管副局长立即率足够的警力 全副武装 到所有通往常德方向的大小路口 涉官独洽 一切何为部署 都在周密的进行着 湖南省公安厅时任副厅长立明安 唐忠源 巡视员彭大夫等 赶往常德市指挥围捕 省武警三支队 调派近两百名武警官兵 增援常德 湖北省警方接到案情报告之后 紧急出动 在临近湖南省各县的路卡上 部署了一千多名警力 从深夜到凌晨 湖南省一共出动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近万人 设路卡194个 至此 围捕劫匪的三层包围圈已经形成 以常德费中心的天罗地网 迅速在湖南湖北两省全面撒开 但由于案发当天晚上 下大狱 给警方的行侦和追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警方在甘露寺被遗弃的出租车上 发现一顶蓝色帽子 让警犬秀了之后啊 一路追踪 却在一个中巴车站附近失去了秀源 常德九一特大持枪抢劫案 引起了国家公安部的震惊 有关计真人员迅速赶赴常德 通过案发现场的弹道痕迹分析 公安部认定此次结案所用的子弹 同此前发生在重庆武汉的血腥抢劫杀人案的子弹 发射于同几支枪 有关专家解释说 每支枪啊 都有不同的弹道痕迹 如同每个人呢 都有不同的指纹 世界上没有两支枪的弹道 痕迹是完全相同的 九一结案现场 二十三枚弹壳 大多是以前系列案的手枪所发 其中在重庆作案的二号枪打了两枪 四号枪打了十二枪 五号枪打了七枪 六号枪打了两枪 同时 重庆 长沙 武汉结犯的身体特征 与常德警方提供的结犯特征 基本相同 常德结案疑犯特征 据在案发地附近摆烟摊的男士透露说 这四个男性劫匪的起毛特征是啊 甲 一米七五左右 偏瘦 戴蓝色的太阳帽 穿蓝色的长袖衬衣 乙 一米七左右 壮饰 穿蓝色长袖衬衣 腰胯手机 丙和钉呢 一米七左右 都穿黑色圆领T恤衫 背黑色或者棕色的方形旅行包 武汉警方公布的吴广结案嫌犯特征是 一号嫌犯 年龄三十岁左右 身高一米七左右 长形脸 平头 中等个 作案的时候呢 上边穿棕色的夹克 脚穿白色旅游鞋 会开汽车 二号案犯 年龄三十岁左右 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浓眉毛 身体结实 作案的时候上边穿深色的夹克 出定范围是重庆四川或湖南等外地人员 或者到广西云南等地活动过的重庆四川湖南等外地人员 三号案犯 年龄二十五岁左右 身高一米六五左右 卷头发 作案的时候上边穿着夹克衫 四号案犯 年龄三十岁左右 身高一米七左右 作案的时候呢 穿着上边是灰白色 下边是深色的夹克衫 脚上穿着白色旅游鞋 关于结犯的穿戴 武汉结案的结犯也戴着帽子 逃跑的时候在现场掉了一顶帽子 而常德抢劫案的结犯呢 同样戴着帽子 在夏天戴帽子 说明了结犯头上有明显的标记 或者是秃顶 或者是有疤痕 几次结案的作案时间都发生在下午下班的时候 这时候正是管理相对松懈人流最多的时候 作案既容易得手又容易逃脱 劫匪下手极其残忍 大多都是直击对方的太阳穴 枪法极准 大多是一枪致命 劫匪得手之后 都是驾车逃离现场 在半路汽车逃顿 1995年 重庆发生第一起结案时 只有两名作案人员 后来几起结案的作案人员 均为四人 每起结案之间 一般都间隔半年以上 警方推测 这些劫匪是一个固定的犯罪团伙 与武汉 重庆 常德案件 有某种联系 要么他们来自三座城市 曾经在某一个地方贡过事 要么他们是同一个地方的人 分别在这三座城市生活过 因此公安部决定 将此案与长沙 武汉 重庆 系列持枪抢劫案 并按侦查 9月2号 湖南常德警方 组织大批军警 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行动 但到了3号 还是没有发现劫匪的下落 正当办案人员心急如焚之时 一条重要线索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针对湖南 9一特大抢劫杀人案 警方出动了大量的警力 依然没有任何的线索 正在办案人员心急如焚之时 一条重要的线索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在长德九一结案发生之前的半个月 也就是8月15号 长德市安乡县农业银行行长胡孟莲 及其妻子离其失踪 8月15号晚上啊 胡孟莲一家呢 还共进晚餐 邻居也没察觉到有什么异常情况 晚上8点30分 安乡县农业银行 大京港营业所的工作人员呢 向胡孟莲汇报工作 打通了他的手机 却没有人接听 第二次拨打的时候呢 手机就关机了 第二天上午 邻居发现胡家大门敞开 家里面也没有人影 于是主动帮助就把门关上了 9点左右 安乡县一名副县长 找胡孟莲研究工作 也一直没见到他的踪影 银行行长离其失踪 立刻引起了人们的警觉 有关部门通过对安乡县 农业银行的财务盘点 发现公款没有任何的损失 于是排除了胡孟莲 携款外逃的可能 当地的公安部门 特地立案侦查 但是十多天过去了 没有结果 在此期间呢 曾经有人两次 使用了胡孟莲的手机 一次打往常德 一次呢 打往易阳 此后就没有音讯了 8月31号凌晨 长德市顶城区石宫桥镇的一个村民 骑着三轮车 外边购买猪肉的时候 在荒野里边 跟一辆小汽车相遇了 车上下来了三个年轻人 用本地话问他 干什么呢 这个村民担心发生意外 回答了问话之后 赶紧就离开了 9月1号上午8点左右 在离安湘县近百公里的 长德市顶城区石宫桥镇阳西村的村民 发现了一辆出租车 停在荒野 无人过问 他呢 就走过去 打算看个究竟 结果发现车边 有一堆新翻起的泥土 村民在向公安部门报警的同时 用锄头把新土挖开来 突然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后来公安人员在不远的地方 又挖出了两具男尸 经过辨认 其中一对男女 正是失踪十多天的胡孟莲夫妇 经过警方调查 另外两具男尸 一个是出租车司机 而另外一个呢 身份不明 胡孟莲夫妇都是遭人枪击而死 凑巧的是 就在当天下午 常德市发生罕见的蒙面歹徒 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 耐人寻味的是 胡孟莲是农业银行行长 被歹徒袭击的 也是农业银行 侦察员得到消息之后 火速来到了阳西村 在河堤案发地茂密的草丛之中 找到了一枚弹壳 经过检验 证实是九一结案的六号枪发射的 经过一天的深思疏虑 警方决定将发生在 常德的一系列杀人案 合并一起侦破 运钞车结案发生 和行长失手被发现之后 警方再次监听到 被抢的手机又与异养 常德方面联系 警方得出结论 劫匪仍然在 易阳和常德一带活动 他们很可能 多数是常德附近的人 于是加强了 对常德易阳的布控 电信部门按照警方的要求 继续将被抢手机开通 所以呢 劫匪再次与常德易阳联系的时候 警方从这个信号中 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也就是 常德人李金生所开的胖子酒家 极其可疑 经常在这吃饭聚会的有关人员 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展开了全面侦查 并且基本锁定了主要嫌疑对象 事实上在此之前呢 早已经有群众举报 说胖子酒家呢 经常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聚餐 说不定就跟杀人抢劫案有关 经过多方调查 警方确认九一劫案发生之前 劫匪曾经在这聚会 为了将劫匪一网打尽 前线指挥中心指示常德一阳两个城市 对盯上的嫌犯秘密监控 统一实现实施抓捕 9月3号 警方设在常德的指挥部 接待了一名女性举报人 她是常德城区大酒店的服务员 她说血案发生前呢 有四个人曾经住在他们酒店 并且在酒店里面打了很多电话 警方立刻将案发前后六天 这个酒店所有的电话记录调出 进行刑侦排查 确认这个客房的开房人是赵正红 一阳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他的身份呢 是一阳市某按摩中心的保安 一阳警方迅速做出反应 经过侦查 得知赵正红还在一阳 并且案发前后几天没人见过他 这就证明他有作案事件 一阳警方全力以赴 在一阳基本摸清了赵正红的情况 为了查识赵正红的落脚点 警方神不知鬼不觉的 秘密抓捕一名与赵正红交往密切的男子 经过图审 这个人供出了赵正红在一阳的驻地 为了引蛇出动 警方监视赵正红力图将劫匪一网打尽 而没有马上拘捕他 9月4号 警方接到一阳市某娱乐城报案 说有两个年轻人呢 打算闹事 警方经过各种推断 觉得这两个男人可能是常得结案的嫌犯 这一发现令警方兴奋不已 因为这意味着不止赵正红一名嫌犯在一阳 还有其他嫌犯也在这 9月5号凌晨 一阳指挥部得到一条重要消息 被密控的赵正红正在到处借钱 有外逃的可能 指挥部经过多方的权衡利弊 决定收网抓鱼 9月5号 早上七点 劫匪赵正红走到了大街上 在黄玉长插射门前呢 招手打低 打算乘车呢 去汽车站 一辆出租车 缓缓迟来 在赵正红面前稳稳的停住 赵正红拉开车门 猫腰钻进车里边 坐定之后说 去汽车站 出租车竟然一动不动 赵正红一惊一抬头 看见司机用一支乌黑的手枪 直顶着他的脑门 与此同时 车窗外四五个便衣警察 也同时将枪口对准了他 赵正红知道完了 没有做任何抵抗 就被警方抓捕归案 上午八点整 警方突击审份赵正红 赵正红认罪 交代了另一名劫匪李泽军 在异阳的落脚点 同时供出了首犯张军 在常德的情妇的住处 几名劫匪有可能隐藏在情妇的住宅之内 上午九点半 一百名鹤枪师探的警察迅速包围了一阳市向仓路的一栋六层民宅 附近所有的制高点都被狙击手占据 正在上学的孩子们被告知今天放假 过了半个小时 一名男子从这栋楼房楼梯口的防盗门走出来 这名男子还在楼梯口张望了 几名埋伏在外的警员们闪电出击 将他摁倒在地上 并且迅速塞进了等候在向道口的警车 第一名男子被擒之后 警方在警车内对疑犯短暂突审之后 开始向楼上喊话 让房里边的人呢 缴械投降 几分钟之后 一名矮胖的年约四十岁的妇女 举着双手从楼里边走出来了 随后两名女警员把她押送到向道口 僵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吧 身穿防弹衣的警员分批开始向楼内冲击 逼进三楼 一阳市滋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振宇 身险十足 一脚踹开房门 军警一拥而入 将李泽军一举擒获 经过严密搜查 在房间里搜出一支已经上膛的散弹猎枪和三发子弹 常德警方也采取了抓捕行动 9月5号中午12点47分 常德胖子酒家里劫匪李金生正叼着烟 双脚翘在椅背上 指挥着酒店里的打工宰干活 突然十几名警察冲进酒店 枪口对准他的脑门 李金生束手就擒 中午1点30分 常德指挥部的彭代夫下令包围三间小区 突击队员一脚踹开房门 冲进房门 抓获张军的情妇陈乐 警方在这栋房子里面搜出了手枪16支 微型冲锋枪两支 猎枪10支 子弹1600多发 还有美国制的手雷一个 这些军火呀 足够装备一个牌的了 据警方检测 所缴获的16支手枪和两支微型冲锋枪 全部是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枪枝 极有可能都是张军及其手下行凶抢劫而得 其中两支微型冲锋枪已经证实是常德结钞案牺牲经警的 在这栋房子里 警方还搜出身份证20多个 全是这伙劫匪抢劫杀人之后从死者身上截得的 其中有被枪杀的安乡农业银行行长胡孟莲的身份证 另外呢 还有两顶旅游帽 警方还搜出安乡农业银行存值三个总金额40万元 还搜出了两副刑劫所用的面罩 警方当即审问陈乐 追查张军下落 陈乐百般抵赖 谎称张军已经飞往北京 并且说 强哥是抓不住的 他武艺高强 艺高胆大 他为什么说是强哥呢 因为张军呢 一直化名叫做陈强 最后陈乐实在没办法了 向警方供述 他到广州去了 而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30分 常德警方立即汇报长沙警方指挥部 长沙警方在长沙黄花机场发现 张军已于五号上午乘飞机逃往广州 用的是王瑞军身份证 9月6号上午10点整 长德安乡县 警方突击抓获劫匪团伙成员 曼晓东 这个人呢 曾经在特种部队服役 是个武林高手 同时抓捕 为劫匪团伙牵线搭桥 并且谋划杀死银行行长的幕后人物 许军 9月6号下午4点 警方在金氏养务费集争所 社服将久不露面的劫匪王宇 引入了埋伏圈 一举又不成功 同时 正在金氏汪家桥家中 高谈阔论的另一劫匪团伙成员 闫若明被警方当场抓获 在各方面纷纷告捷之际 围捕陈世青的突击小组 却受挫了 陈世青突围而去 9月7号 公安机关发出通缉令 通缉张军和陈世青 9月13号 警方得到消息 说张军很可能在福灵 一个外号叫做娟子的女人那 那么这次能顺利抓捕张军吗 2000年9月7号 公安机关发出了通缉令 通缉张军和陈世青 9月13号的时候 警方得知 张军很可能在福灵 一个外号叫做娟子的女人那 公安部决定 将主战场从湖南转移到重庆 并派出公安部刑侦局领导赶赴重庆 与重庆专案组成员紧急研究 立即展开秘密工作 为了保密 公安部刑侦局要员 于13号乘飞机到重庆之后 没有进城 而是悄悄住进了 于北区的某宾馆 半夜12点 才与时任的公安局局长陈邦国见面 14号凌晨两点 有关专案人员被命令从被窝里面赶出来 连夜换成民用牌照车 奔赴福岭 从此 他们便消失了 甚至连家属同事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传呼等等通讯手段也全部中断 为了使这次行动绝对保密 几位领导的坐车全部换成了地方号牌 过路过桥都和其他车辆一样排队缴费 获知张军在福岭的关系人小名叫娟子 专案民警不辞辛劳 把这个区名字带娟子的数千名女性一一排查 14号晚上 重庆警方在监狱里面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一个在押犯工程 他的前妻严敏曾经与一个叫江平的湖南人有暧昧关系 而这个江平有枪 警方立即密布严敏 严敏说娟子可能叫杨明燕 这两个女人呐是情敌 15号 侦察员们发现一名叫娟子的女人 与一名叫龙海利的男人关系密切 经过调查 这个人就是杨明燕 28岁 与龙海利有一个仅四个月的女儿 嗯 这就是严敏说的那个杨明燕啊 18号下午 杨明燕提着包 匆匆从家里出逃 被守候的民警秘密抓获 此次行动 警方传达了很明确的信息 这一招敲山震虎 终于让张军这个杀人魔王坐不住了 常德九一劫案发生之后 张军见抢钱计划落空 慌忙率众逃跑 他们驾驶着抢来的出租车 一气跑到甘露寺附近 于是汽车步行 在最近的一处中巴站呢 搭乘中巴返回城内 沿途看见警车长鸣警笛 奔向了出事现场 劫匪之意的赵正红随后离去 爬上一列从棘手开往长沙的火车 突破包围圈到达长沙 他在长沙打电话叫易阳一位姓补的女人 开私车去 当天晚上把他接到了易阳 而张军陈世青李泽军这三个匪 傍晚就藏在张军情妇陈乐的套房里 这三个劫匪啊 一边看着常德电视台滚动播出的结案新闻 一边哈哈大笑 根本就没把杀人当回事 9月2号三个劫匪躲了一整天 9月3号李泽军前回易阳 陈世青前回自己的租住地 9月4号警方强大的收捕生势 终于让劫匪感到了不安 张军决定出逃去外地避避风声 当天晚上警方已经在易阳盯住赵正红 9月5号上午就在警方捕获赵正红 李泽军等劫匪时 张军用王瑞军的身份证通过了长沙 长德高速公路上的层层检查 蒙混到了长沙 当天就乘飞机到了广州 他只在广州呆了几个小时 就转乘飞机飞到了重庆 他自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警方绝对想不到他在重庆 当天晚上他前回福岭住在杨明燕那 之后几天天悠闲的喝喝茶 看看报纸搜集长德结案的新闻报道 研究警方的动向 9月7号 张军从报纸上看到赵正红 李泽军等纷纷落访的消息 这才知道大事不妙啊 他急忙把自己在福岭的一辆桑塔纳汽车 以六万元的低价卖给别人 携款潜入了重庆市渝中区 9月18号 重庆 张军藏身的地方 张军啊一直在等杨明燕 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 狡猾的张军立刻判断 杨明燕已经出事了 他马上通知于中区 枣子蓝牙另一名叫全红燕的情妇 让他带上现金和武器和他在观音岩街头 这个消息被警方截获 9月19号晚上9点 重庆市市委公安部要员向突击小组下达命令 抽调精兵强将务必当天抓获张军 随即两队击部队伍秘密控制了南极门和观音桥 9月19号晚上9点45分 重庆渝中区观音岩外科医院右侧 僻静的枣子蓝牙一号巷口 昏暗的夜色中 一名身穿深蓝色圆领T恤衫的男人 慢慢朝巷口走来 他东张西望 快要走进巷口的时候 又回头迟疑的忘了一下 然后向前朝黑暗处的一个女人那儿走去 见面之后啊 俩人嘀咕了几句 那个女人呢 便将一只骨胀的旅行包递给了这个男人 男人接包之后转身就走 突然三名精壮的汉子 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 旋风般的扑向了他 那个男人一惊 右手条件反射似的往左叶下伸去 但他的右手已被扑上来的汉子死死的扭到背后 发现他手中握着的竟是一只已经上膛的五四十手枪 这只没有保险的枪连撞针都已经打开了 三名刑警将疯狂挣扎的他按在地上 动手脱掉了他左脚的鞋袜 嗯 有痣 左脚上有颗痣 正是张军身上最明显的标志 刑警问他 叫什么名字 张军 抓的就是你 打开张军手中的旅行包 里面有一百七十五发子弹和一枚军用手榴弹 被戴上手铐的张军哀叹说 哎 没想到刑警伸手这么快 连自杀的机会都没留给我 据拿张军后 警方立即搜查与其在外科医院街头的关系人全红燕家 在全红燕与张军的家里面 警方搜出各种型号的猎枪七支 各类子弹一千余发 以及防弹背心 瑞士军刀自制炸弹等作案工具 让人吃惊的是 张军居然在作案的同时 热衷于研究轻武器射击实用手册 国产枪械列转 兵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寓房等等书籍 这其中有的书啊 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同时 他还收集了大量重庆媒体刊发的 常德续案的简报 最可笑的是 警方发现了一封还没有发出的信 这封信是张军写给重庆警方的 张军在信中说 这么多年来在重庆干了很多案子 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在重庆了 请放心 张军准备在他逃出重庆后 由情妇帮他把信发出去 没想到信还没发出去 两个人就都落入罚网 凌晨一点左右 警方根据张军的招供 迅速搜查 与中区上青寺巨星村的另一关系人 周某家 在他家中 又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 子弹三百二十八发 作案时的手套 假发 面罩 及其数十张信用卡 证券交易卡 以及现金和大量金银手势 更让人吃惊的是 警方在搜查中 还搜出了张军伪造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刑侦局 刑事侦察员证件 以及伪造的涉及辽宁 四川 重庆 湖南 等七省市的假身份证 随着审讯的不断深入 魔头张军在重庆的关系人 一个接一个的 在警方的突袭行动中落网 截至九月二十号上午八点 警方共抓获涉案协议人员十三人 缴获五四式手枪两支 各类型号的猎枪七支 军用手榴弹两枚 各种子弹 一千九百四十九发 至此 常德九一血案的嫌犯 只剩下了 陈世青 九月六号清晨的时候啊 陈世青从妻子手里边呢 要了一千块钱 在常德顶城区信用社那儿 搭上了开往顶城区谢家铺乡的中八车 下车以后 又搭上了开往汉寿县太子庙的中八车 然后改成去易阳的班车 到达易阳城区之后 找到赵正宏租住的房子 连喊了十多声刘辉 怎么找赵正宏的房子 喊刘辉呢 这刘辉啊 是赵正宏的画名 喊了半天 也没见回音儿 于是又租了一辆摩托车 到幸福区收费站地段下车 走路到了赵正宏的老家 过路平 但是呢 还是没找到赵正宏 就又乘中八车返回了易阳市区 在易阳一个桥边的电话亭 打了赵正宏的手机 得到的回答是手机停机 这时候啊 陈世青已经感觉到情况不妙 他看着自己那双满是尘土的皮鞋 心想别人一看 这就像一个逃犯呢 于是呢 来到一个擦鞋摊 把皮鞋擦了个正量 还到商店里边 买了一条短裤 两双袜子 一把剃须刀 一条毛巾 和一只小手电筒 经过一番乔装打板之后 又搭上了开往易阳迎风桥的快吧 然后又改成去汉寿的班车 到太子库下车 走进了路边的一家 叫做安乡的饭店 他准备在这呢 住一宿 当陈世青 走到房间打开电视机的时候 看到电视上 正在播放缉拿他和张军的通缉令 一看情况不妙 得了 也别在这住了 赶紧跑到这家饭店对面的山上 住了一晚 9月7号 天刚蒙蒙亮 陈世青从山上下来 沿着公路走到崔家桥收费站 又搭上了去易阳的班车 陈世青在迎风桥下车之后 马上又改成去南县的班车 到了南县县城呢 又租了一辆摩托到长途汽车站 迫不及待的登上了开往湖北公安沙市的班车 这时候啊 他发现司机正在车上看通缉令呢 这可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赶紧下车 又租用了一辆摩托车 搭至县城的桥边 然后步行过桥 又搭上了开往五八度的重巴车 下车以后 在一家商店里边买了一些吃的 又乘坐出租摩托 来到南县与湖北交界的河边 过河进入了湖北 再乘坐开往石首市团山镇的重巴车 9月8号 陈世青在青龙市歇脚 天黑以后呢 又在三叉机过轮渡来到宾县的毛家平 就在这儿休息吧 9月9号 陈世青离开毛家平 骑车来到港县的王家港 并且在一个车铺呢 修了一下自行车 9月10号 他准备逃往石门县的东山峰 由于走错了路 通过多方打听 又回头向石门的南征方向逃窜 这一带的山路险恶 并且都是上坡路 在这种情况之下 骑自行车还不如自己走着呢 于是他就把自行车扔掉了 在这三四天的时间里 他是白天逃窜 晚上就睡在山上 9月14号 他逃窜到了东山峰 在河沟里边洗了一个澡 在东山峰呢 停留了十天 然后又转到了乾江市 陈世青在乾江一个山洞里边 住了两晚 又按原道返回到了石门县的江平 在一座高山上 陈世青发现 一对姓王的父子在承包的山地里边 劳作呢 而且还有一个窝棚 陈世青以王涛的话名 与王家父子交谈 说自己啊 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妹妹在外打工 自己又重病在身 医生说要在山上住两个月 或许对病情有好处 憨厚淳朴的王家父子 出于同情心就收留了陈世青 在这段日子里面 陈世青和王家父子俩一起生活 一起劳作 10月5号 陈世青继续逃亡 经过两天的辗转逃窜 于10月7号 窜回了安乡县安抚乡区东宝村 他媳妇的姐夫家里边 陈世青的出现 立刻引起了村民的警觉 就在他媳妇姐夫 向警方报案的同时 村民们自发的组织起来 把陈世青严密的控制在了东宝村 常德安乡警方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逼近东宝村 从村民报案到陈世青落网 仅仅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陈世青的落网 标志着这起涉及地狱广 抢劫金额巨大 作案手段凶残 震惊全国的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 成功告破 人是都抓着了 他们都做过哪些案子呢 他们又是怎么敢做这些案子的呢 咱们来说一说 张军团伙啊 俨然像一个杀人公司 其中张军自任总经理 他从1994年开始发展同伙 同伙入伙之前呢 都得经过他的严格审查和考核 而且得先杀一个人 入伙之后 犯了错误 轻则扣发工资和体罚 重则处死 并且杀害全家 每次作案之前 张军都要组织同伙 进行体能训练 实弹射击训练和反复的演习 实弹射击训练 一般在偏僻的山林中进行 每一支枪都装有消音器 不容易被人发现 每次训练呢 张军都在场 并且将个人的枪法成绩 都记在本子上 对进步快的急于表扬 进步慢的予以批评 然后会尝得集体嫖娼 由张军买单作为奖励 案子做完了 张军等人呢 并不急着离开作案城市 而是住下来 买下大量报道 他们作案情况的报纸 仔细阅读 从中了解警方部署 提高反侦察能力 每次作案使用的武器 全由张军一个人保管 作案之前发下去 作案之后收回来 在这个公司里 共有四名骨干 张军 湖南省常德市 安乡县安抚乡人 1966年11月3号出生 家里边一共有七个兄弟姐妹 他是最小的 张军自小呢 就对武术着迷 并且啊 他的习性是属于好强斗圣性的 14岁的时候 他母亲去世了 从此打架更是如同家常便饭 80年代初 张军不知道从哪儿 弄到了一本拳谱 练起了武功套路 并且专攻腿功 在当地很有名 老百姓戏称他是神腿章 虽然张军练武的条件并不好 他宁愿花时间和精力 自己制造沙袋 石锁等等练武工具 也不愿意专心读书 打架斗殴呢 使他增长了很多的实战经验 他知道 单靠这腿啊 并不能保证打赢对手 碰上超家伙的对手就麻烦了 一件衬手的武器 更具有优势 所以他开始练湘西 鄂西和川东南一带 民间盛行的一种拳法套路 板凳拳 十来岁就能手握长板凳腿 把长凳给捂起来 勉强读完了初中 张军考不上高中 又不愿意好好务农 就开始在社会上混 在当地啊 他个子高 力气大 功夫也好 名气渐渐大起来了 凡有打架斗殴的事 老地痞们纷纷请他帮忙 他常常以一敌三 也能打跑对手 很显然 在社会上混得久了 他的头脑也开窍了 他大概明白了 地痞流氓 为什么要打打杀杀 争斗个没完的道理呢 新地痞 必须打倒老地痞 才有生存余地 直到更新的一批地痞成长起来 把他们打垮为止 如此冷酷无情的生存状态 没有使张军打退堂鼓 相反助长了他的冷酷无情 在凭个人力量无法控制和主导他的地位的时候 这个出现恶魔特质的少年开始拉帮结派 小小年纪就发展了团伙犯罪的意识 据当地人说呀 张军打过的群家中 最出名的一仗 是跟一个叫张上游的人率领的团伙打架 张军团伙打的对方是落花流水 当年在社会上混过的人 至今记忆犹新 张军的凶残在当时就传遍了当地 1983年 全国严打刑事犯罪 张军流氓团伙 当然难逃罚王 小小年纪的张军 被送进少管所老叫了三年 1987年 释放后的张军 用匕首逼着萧月娥的父亲 强行娶萧月娥为妻 萧月娥为她生了两个儿子 她给两个儿子起名为张萧 张雄 合起来就是萧雄 可见张军那种渴望独靶一方的恶魔般的抱负 整个八十年代 张军几乎无恶不作 1989年 张军再度入狱 由于作恶太多 判刑五年 在她服刑期间 妻子与她离婚了 然而牢狱改造 对张军这样的人渣 难见成效 出去之后 犯罪依然不可避免 并且犯罪手段也开始升级 打架斗殴的小儿科 她已经看不上了 对于金钱的渴望 已经严重扭曲了她的心理 原本就变态的心理 更加变态了 1993年 张军穷得连稀饭都喝不起 而她不务正业的本性 注定无法得到满足她需求的金钱 抢劫的念头 几乎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来了 并且立刻付诸行动 她自制了一支手枪 开始寻找目标 她在安乡县街头游荡的时候 碰到了当初在少馆所认识的朋友 刘某某 互相一看 哎 穿的都挺差 一样的穷的叮当响 俩人呢 就聊起挣钱的事来了 先是谈谈做生意吧 一合计 哎 生意不好做 来钱太慢 并且啊 这做生意没本钱不行啊 本钱太小也不行啊 做生意人又那么多 竞争也激烈 做生意还得讲究门路 去哪找门路呢 吃饭都困难 哪来的本钱呢 张军说了 咱可以去偷啊 不过再一想 俩人又都觉得 做小偷太没面子 去偷有钱有事的人吧 人也不会把大把的银子放家里边 一旦被抓了 太不划算 聊来聊去 得了 咱呢 干就干点大的 狠捞一把 被抓了就认死 没被抓 就可以潇洒 那干什么呢 张军说了 干啥都不如抢 抢最直接 刘某某某某某 认同他的看法 只是觉得没把握 怕出事 张军说了 就看你胆子大不大呢 大不大 老子胆子还不大吗 那我问问你 你敢不敢杀人呢 敢呢 只要有钱挣啊 我说兄弟 要保险一点啊 咱就得杀人灭口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嗨 我可不怕死 反正是活一天算一天 张军这时候就跟刘某某说 我看中一地方 估计能抢到一大笔钱 是吗 用什么枪啊 来 给你看看这个 张军拿出来了他自制的手枪 俩人就这么着 定下来了 那天晚上 两个劫匪撬开一家 副食品批发店的门 女店主李某惊醒 被张军用枪逼住 打算实施强奸 女店主呢 奋力挣扎反抗 张军开枪 当场把他打死 同时 误伤了同伙 刘某某的腿 张军背着同伙 逃到他岳父家里边 刚喘口气 就听见乡里广播响了 要求医生啊 到乡里集中 张军担心公安 会顺着血迹追过来 胡乱吃点东西 填饱肚子 背着同伙 就往湖北方向逃 逃了一阵 觉得累了 张军也懒得再跑了 他转念一想 要这么跑下去 没准就跑不掉了 于是 歹念顿生 张军环顾四周 看见一柄大铁锤 他在心里暗下决心 与其让同伙 拖累自己 还不如干掉它 刘某某伤了腿 行动不便 坐在地上呻吟 张军拾来铁锤 笑着走过来 刘某某不知道 他要干什么 哪知道张军只走到他面前 抡起大锤 就砸向他的脑袋 刘某某当时是脑僵迸射 当场死亡 张军用绳子在尸体上捆上石头 把他扔进了安乡河 从此亡命天涯 村里人再也没见过他 那除了张军之外 他们团伙的另外三个骨干 又都是谁呢 咱们再来说说张军团伙的第二个骨干 李则军 李则军呢 湖南安乡县 安福乡 花林村四组人 他曾经在海南海军部队 服役三年 他是张军的亲外甥 1997年8月 李则军从部队转业 在福建晋江的一家制衣厂打工 虽然钱不多吧 但手头上呢 也还算活了 可是就是这一年 张军突然让他回来跟自己做生意 并提出一个条件 说做生意啊 有大钱赚 但是呢 你得听我的 李则军回来的主要任务 是练骑摩托车和练手枪 当时李则军还不知道 这是为去长沙抢金子做准备 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1997年11月27号 张军经过十多天 在长沙踩点确定目标之后 把这一天呢 定为行动日 分给李则军的任务 是翘柜子 张军呢 则手里边拿着两把手枪打人 抢劫得手之后 张军把李则军 带到长沙码头边的一间出租屋 住了五个晚上 在这期间 给李则军分了三万块 从此以后 李则军跟着张军 是越干胆子越大 越杀人 枪法越准 每次作案 他都成了张军的得力帮凶 九一常德大案 张军给他的任务 是杀精警 抢威性冲锋枪 再来说第三个骨干 赵正宏 赵正宏 湖南一阳市自阳区 过路平镇 五险庙村 马静口祖人 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1971年11月出生 他的父亲母亲哥哥 都是老实本分人 父母在一阳市秀风湖旁边啊 租住一个小房子 父亲挑水果叫卖 母亲呢 在街头擦皮鞋为生 哥哥成家之后 在家务农 赵正宏 在读初一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上学了 曾经跟父母呢 一块卖水果 守地摊 后来渐渐越长越大 厌倦了这种生活 经常外出不归 父母因为忙于生计 也没工夫管他 只好在1994年 为他张罗婚室 把媳妇迎娶进门 1995年7月 媳妇生下女儿 夫妻俩过了一段 平淡拮据的生活 因为他已经娶妻成家了 父母呢 也就跟他分家了 把家里的两间房子 和他的责任田 话归给他 赵正宏这人 生性懒惰 不愿意种地 1995年 已经是三口之家的他 只种了一个人的地 1996年7月 因为特大洪水 过路平镇全部被淹 赵正宏把彩电 洗衣机家具 抢上堤坝之后 不久用车一并装走 从此没有回家 责任田呢 也扔给他父母 由他父母出钱 请人代重 赵正宏走了之后 对妻子和村里人说呀 是在一阳做水果生意 其实呢 是变卖了家伙 在外边浪荡 1998年7月的一天 赵正宏通过在 常德坐台的一妹子 胡某认识了张军 一见面 张军就问赵正宏 做什么 赵正宏说 以前做水果生意 一扬发了大水 没什么事情做 张军详细询问了 赵正宏的家庭情况 第二天 张军就来到赵正宏的岳母家里 吃完饭之后 张军说 在家里闷着 走 外边走走去 他们来到河堤上 张军问他 你读了好多书吗 没有 只读过小学 生活怎么样啊 涨了水了 生活过不去 这时候 赵正宏主动提出 我听一妹子说 您是做电器生意的 你那要不要人打工啊 张军没有正面回答 反问道 如果你走到我后边 我们一起去偷人家的东西 施主赶来了 你会不会跑啊 赵正宏以为是在考验的 咱们是一起来的 当然不会跑 那 咱们在大城市里边住宾馆 我跟保安打起架来 你会不会帮忙啊 我肯定会帮你的忙啊 分手的时候 张军对赵正宏说 公司里边有事 我会跟你电话联系 时间吧 半个月 一个月两个月不等 赵正宏在家里 整整等了一个多月 不见来个电话 他还以为张军是个骗子 就和妻子 以及妻子的一个女朋友 到上海打工去了 到上海十天之后 赵正宏突然接到张军的电话 让他到常德的公司做事 当时赵正宏对张军说 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怎么回来啊 你先借 我给你 于是赵正宏带着妻子 从上海坐火车到了长沙 后来又直接乘车到了常德 张军在华都宾馆 接赵正宏吃饭 张军交代赵正宏 来了人不要多问 点点头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 李泽军也来了 饭后张军给了赵正宏两千块钱 赵正宏呢 把钱交给妻子 让他返回异养 八月份的一天 张军与李泽军 陈世青 赵正宏 带着一位为张军销过货 做过事的人 来到顶城与汉寿交界的一个山上 用封口交 把带来的这个人嘴封住 并且呢 在头上套上一个黑袋子 张军突然掏出一把手枪 对赵正宏 陈世青和李泽军说 这个人他妈黑我 干掉他 陈世青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钉锤 就往那个人的头上猛砸 李泽军和赵正宏 一看这情形 也动了手了 回到常德 张军要赵正宏 加快照好身份证的照片 在华都宾馆 他叫赵正宏填写自愿加入贸易生意行当的申请书 赵正宏不会写字 张军就为他代笔 填完之后 张军凶狠的对赵正宏说 今天的事你也参与了 我们多搞点钱之后就不干了 你不要东想西想 反正你家里的人和亲戚朋友 我都摸清了 不干就杀你全家 就这样 赵正宏踏上了贼船 一发不可收拾 再说 第四个骨干 李金生 湖南一阳市人 出租车司机 李金生啊 身体高大 一副憨胎 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呢 开出租车 老婆开饭馆 有一对聪明可爱的儿女 1998年4月 李金生的妹夫对他说 我有个熟人 他要到湖北宜昌去 我没时间 你送一下 这个熟人呢 就是张军 在送张军的路上 李金生结识了张军 并且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从此 张军经常打电话用他的车 仅2000年这一年就用了20多次 而且出价都比较高 本来李金生的车 已经被一家单位长期包租了 但为了贪图小利 只要张军来电话 他都照去不悟 2000年8月20号 张军给李金生打电话 让李金生送他到长沙去 把张军送到长沙的岩浆大道之后 张军让李金生先回常德 他自己还要办事 李金生的车刚上了高速 就又接到了张军的电话 让他到易阳等他 李金生就把车开到易阳的一家宾馆旁边停下 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 张军才打来电话询问停车方位 五分钟之后 张军就和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有说有笑的走了过来 张军向年轻人介绍说 这个胖哥家里开有管子 又有小车 今天咱们一起到长德 豪赌一把 于是年轻人就和张军 一起上了李金生的车 当车走到长德的时候 李金生问 到哪去啊 张军说 你不用管 于是自己上了驾驶位置 把李金生换了下来 直接把车开到南平港乡 铁路旁边停了下来 然后呢 把陈世青和赵正红喊上了车 张军在车上谎称 上回在乡里打牌输的两万块 这回啊 去翻个本去 车子直接开到顶城区 天湖乡 杨腊村 好口地段的河堤上停下来 陈世青看车 张军带着李金生 赵正红和那个年轻人 往河滩上走去 张军悄悄地对李金生说 陈世青和赵正红啊 本来要干掉你 我念你情义 今天让你沾点血 你要识相点 说着 就把年轻人拉到了河滩上 并将一把手枪交给李金生说 今天的事 你干 李金生赶紧说 我四十岁的人了 我连鸡都杀不死 我不敢杀人 你看着办 这时候 张军上年轻人跪在河滩上 他和赵正红手里边也提着枪 不一会儿 第一声枪响了 年轻人倒下去了 接着 赵正红和张军 又朝年轻人的头部和背部 各补了一枪 杀人之后 他们脱下了年轻人的衣服 绕道回到常德 这个年轻人 就是我们在故事一开头说的 和安乡农行行长夫妇 埋在同一个河滩上的那具尸体 这个人呢 也曾经多次给张军开车 但一直没有提人头来见 张军一会儿认为他不可靠 于是把他当成了给新同党 沾血炼胆的工具 再来说说陈世青 陈世青 三十五岁 湖南安乡县 安府乡 坛子口村人 陈世青小时候还算比较听话 但由于爷爷奶奶非常喜欢孙子 从小就娇生惯养 读书不用工 成绩很差 而且人也不太安分 后来呢 陈世青走出去寻找所谓的发财之路 一九九五年起 他开始在常德市开出租车 张军抢劫重庆 友谊华侨商场黄金专柜之后 前回常德 准备再找一些同伙 经过一番搜寻 他听说同乡陈世青 正在常德开出租车 于是就邀陈世青见面 陈世青知道张军的为人跟能耐 不是快做生意的链 但眼见他出手大方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俩人呢 从做生意捞大钱谈起 张军是充分炫耀自己有钱 害得陈世青叹息不已啊 张军当年跟陈世青结伴打群架的时候 就知道陈世青心狠手辣 犯罪能力不比自己差 并且为人谨慎狡猾 不容易出漏子 张军先试探陈世青 是不是有心做大买卖 陈世青立刻表示了急切的心情 当张军问陈世青 敢不敢跟他干的时候 陈世青眼珠子 像两个算盘珠子似的 咕噜噜的乱转 却不立即回答 他知道张军是个野鹿子 一定深藏危险 弄不好啊 就得掉脑袋 张军见陈世青不表态 干脆全盘拖出 抢重庆黄金首饰一事 陈世青哈哈大笑 就说张军是吹牛的 不信 张军赶紧掏报纸给他看 陈世青审视张军了很久 才点了点头 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这两个恶魔 从此一拍即合 俩人打定主意 多找帮手 极谨慎的在黑道上 找凶狠 而又听命于他们的恶棍 按他俩设计的标准 两个人发现了 以前一起打架的严若明 就像拉陈世青下水一样 张军如法炮制 也把严若明拉下了水 在加入张军的杀人公司之后 陈世青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留百万 在常德结案中 陈世青的任务 是抢出租车 和开出租车 到这儿 这些骨干成员 算是全化了 他们凑到一块 又是怎么做出 那些惊天大案的呢 张军呢 总是自己称自己 是半个帅哥 对女人的杀伤力 如同他的射击功夫 一样精准 张军呢 有五个情妇 多数已经结过婚了 但他们仍然对张军死心塌地 严敏 重庆市福岭人 他是第一个投入张军怀抱的 1994年 在云南开运 张军呢 已经穷困潦倒了 连继续流窜的本钱都没有 他碰见做妓女的严敏 这时候严敏呢 已经32岁了 这个年龄做妓女 很被同行瞧不起 在内地几乎没有市场 所以他远走边陲 他的目的是想伺机贩毒 张军经过几次接触 便彻底摸清了严敏的心理 于是呢 展开了情场的攻势 使出浑身解数 花言巧语 鞍前马后的献殷勤 严敏做过多年妓女 越南无数啊 也习惯了逢场做戏的事 张军如此殷勤 正合心意 俩人呢 终于搅在了一起 有张军保护 严敏在其他妓女面前 胆子也大起来了 公然和当地妓女争抢生意 引起当地的黑社会不满 张军趁机提出买枪自卫 严敏就给他钱了 张军呢 终于买到了他做梦都想拥有的枪 一把五四式手枪和几十发子弹 买方还送给了他一枚手雷 回到严敏的住处 张军呢 整天都在玩枪 爱不释手 一会儿取下弹夹 一会儿拉开枪栓 光是练瞄准 他都能玩上各把小时 有了枪 这张军的胆子就更大了 他劝严敏呢 回老家 一起到大地方做大买卖 严敏说了 做大买卖 得要本钱呢 借 张军扬了扬手中的枪 这就是本钱 严敏不明白 张军直接告诉他 咱们干点啊 抢劫杀人的大买卖 听到这话 吓得严敏直发愣 其实啊 张军呢 本来想跟严敏就在当地做案 无奈云南山高路长交通不方便 就算抢银行 拿那么多钱 他也不容易逃啊 他看上哪了呢 看上重庆了 水路码头 人山人海 犯案之后容易逃脱 严敏等张军启程到重庆之后 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啊 就留给了他 没过多久 他自己也回到了福岭 1994年11月26号 张军在福岭开枪 打死了一位刚卖完山货的农民 第一次 抢得了六千块 随后他找到了严敏 第二天晚上 俩人去跳舞 在舞厅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撞见了严敏的前夫 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无赖 看见前妻被一个外地人搂着亲亲热热 难免生气 加上一帮兄弟在那嘲笑 就按不住这心里边这把火了 上前呢 就找张军惹事 张军也火了 双方剑拔弩张 差点打上一场恶仗 严敏怕张军是外地人吃亏 连骂带劝 好歹让张军脱身了 俩人急忙离开舞厅回家 严敏的前夫仗着是地头蛇 竟然追上门来 被严敏堵在门外 他想动手打严敏的时候 张军一声大吼 伸手从身上拔出手枪 推弹上膛 枪口就对准了他的太阳穴 快滚 不然打死你 严敏的前夫也是社会上混的人 很识相 听张军这话音 就知道这不是吓唬人 是个真敢杀人的主 赶紧满脸堆笑点头退去 走得稍微远点 拔腿就跑 从此再也不找张军的麻烦 张军关上门 吹了吹枪管 得意的笑了 他不知道 正是这一次拔枪的行为 为以后警方抓他 埋下了线索 几年以后 严敏的前夫被关进大牢 当重庆警方苦于抓张军 没线索时 他供出了这个叫江平的湖南人 有枪的线索 张军和严敏来往的时候啊 一直都是用江平这个化名 严敏和张军在福陵同居了一段时间 张军就厌倦了福陵 毕竟福陵不是大都市 没有抢大钱的环境 于是他劝严敏 上重庆市区 找机会发大财 严敏稍加考虑就答应下来 俩人又乘船到了重庆 在沙平坝的某一个地方租了一套房子 住了下来 因为张军是外地人 这些事啊 全由严敏出面办理 花天酒地的生活 没过多久 就把张军身上那抢的几千块钱花完了 严敏自打跟张军同居之后啊 也没再出去接客 所以也没收入了 这日子就难过起来 而张军在重庆 一直在侦查黄金专柜和银行的情况 向司机下手行抢 无奈 一个人势单力薄 没敢贸然行动 一天张军忽然想 咱们不敢抢银行 但可以抢从银行出来的人呢 没准能抢笔大钱呢 俩人一商量 严敏也蠢蠢欲动 接着分工吧 严敏负责找目标 张军负责下手 俩人想抢什么人合适呢 想来想去 觉得抢包工头 最有可能抢大钱 哪个包工头 不是黑了心 造豆腐渣工程 挣大把大把的钞票呢 第二天 俩人就开始在 渔中区某储蓄所外边 寻找目标 终于看见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 进了储蓄所 严敏忽然说 哎 要是他是存钱的 怎么办呢 哎 你进去看看去 你问我干嘛 你进去看看 看是不是存款啊 严敏看见那个人在取钱 便出了储蓄所 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 把信息传给远处等候的张军 自己若无其事的离开了 张军尾随取款的包工头 拐进了一处小巷 一看四下无人 便大步赶上去 拔枪对准他的脑袋 就开了一枪 抢走了被害人的五万块现金 张军逃离现场 为了防备警犬的追踪 往相反方向逃了几条巷子 才搭乘中巴车 回到了远离渔中去的沙平坝 在出租房里 严敏看见这么多钱 惊得目瞪口呆 更让他目瞪口呆的是 张军给他讲抢钱过程 说起杀人竟然轻描淡写 严敏吓得这心呢 突突直跳 那天夜里 张军索性给他讲了自己的杀人史 然后威胁他说 你也参与了杀人 要是走漏了风声 也没有好下场 从此 严敏被张军彻底拖下水 成了他在重庆的第一联系人 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密不可分 张军彻底收服了严敏 就开始盘算起来 狡兔三窟才有躲出啊 应该在重庆再劈一个窝 这个窝也得有女人 并且这个女人也得是重庆人 他知道公安机关每次查案子都特别注意外地人 可得有个本地人呢 给打打掩护 要另起炉灶 得把严敏支开才行 正好当时年关将近 张军就说呀 风声紧 不如回福陵躲躲 严敏呢 也想回家过年 就答应下来了 俩人退了房 又乘江轮延长江而下 重新回到了福陵 过了新年 严敏呢 就待在福岭 张军一个人 又回到重庆 谋划另一桩血案 他需要一个女人给他当情妇 又可以当避风港 他想了一办法 干嘛呢 去征婚处 问问是不是有合适的女人 条件就是要当地人 于是经过介绍 他结识了家住市区 在婚介所备案找丈夫的秦直壁 当时张军27岁 这秦直壁43了 照理说这俩人不太可能被扯在一块 但张军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怎么办呢 忍呗 于是他又使出惯用的伎俩 一边甜甜蜜蜜的叫着秦姐 一边向这个秦姐啊猛头躺一炮弹 金钱 首饰 加上张军当年看上去年轻的外表 秦直壁很快就被弄得神魂颠倒 没过多久 他就主动要求跟张军同居 看到秦直壁这个半老徐娘 找了一这么年轻的男朋友 街坊四邻都吃惊的嘴都合不上了 人秦直壁高兴啊 得意洋洋的 信以为真的 还认为自己风韵犹存很有魅力 在人前呢 也免不了挺直腰板走路 这时候的张军呢 就像秦直壁的心肝宝贝一样 秦直壁对张军是百依百顺 变着法子的伺候张军 刻意要让张军活得像皇上似的那么舒服 就这么着 张军又营造了一个避难所 相处的时间久了 张军也看出来 这个43岁的秦直壁啊 胆子大 但是头脑简单 好使唤 正合心意 正当秦直壁乐昏了头的时候 令他始料不及的伤心事也来了 张军竟然背着他 利用秦直壁的女儿常来探访的机会勾引起他的女儿来 等秦直壁察觉的时候 俩人早已经勾得成奸了 秦直壁家丑不敢外扬 知道女儿年轻 争风吃醋的结果肯定是自己吃亏 为了达到独占张军的目的 终于找了个机会把女儿打发到北京去打工去了 1995年12月22号 秦直壁成为张军的女助手 实施了友谊华侨商场杀瓶霸分店抢劫案 此后张军所做的多起杀人案 秦直壁都是知情人 张军每次在重庆作案之后 也都是住在秦直壁家里边 1999年1月4号 秦直壁又协助张军制造了14武汉广场杀人案 死心塌地的秦直壁 痴情的伴随张军五年 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再来说说这个杨明燕 杨明燕啊 是张军这几个女人里边 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 她不但跟张军结了婚 并且还为张军生下了一个女儿 杨明燕是福灵人 1991年参加工作 先在福利印刷厂当驻字工 1995年 杨明燕办理停薪留职手续 离开单位 开启了餐馆 1996年 张军化名为龙海利 在福灵一家歌舞厅啊 认识了杨明燕 这时候的张军呢 其实仍然在和严敏同居呢 但是杨明燕的美貌和年轻打动了她 因此她常去杨明燕开的小饭店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故意大把大把的掏钱 惹得杨明燕方心暗许 没过多久就主动投怀送抱 这次张军 似乎动了真鸽 抛弃了严敏 和杨明燕呢 还办了一个结婚的仪式 在粮油大厦办了六桌酒席 令她吃惊的是 当她认为杨明燕是自己人的时候 告诉她一些杀人的事的时候 杨明燕竟然不像别的女人那么震惊 反而觉得很了不起 这让张军对杨明燕另眼相看 复案在身的张军 还带着杨明燕照了很多结婚照 1999年 杨明燕跟随张军参与了14武汉广场结案 2000年就在杨明燕为张军生下一个女儿之后 不久就随张军为619案踩点 619案之后 张军曾经躲在常德一段时间 7月上旬 杨明燕还主动的去帮张军转移枪支弹药 919案件之后 张军成了全国的通缉犯 他立即想到了妻子杨明燕 9月5号 张军找到杨明燕 准备携款逃亡 没想到18号 杨明燕就被警方逮捕了 张军的这五个情妇里边啊 除了杨明燕 还有一个叫燕字的 全红燕 这全红燕呢 是重庆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1999年3月初 刚认识张军的时候 37岁的全红燕呢 刚刚离婚不久 心灰意冷 觉得活着没意思 一心想找个比自己前夫年纪更小的男人 这个男人得有钱 这样他心里才能平衡 这一天 张军坐上全红燕的出租车 几句交谈下来 便博得了全红燕的好感 张军脑子一转 记上心头啊 他跟全红燕说 我正学车呢 要不 你每天下午来接我一下 我就租您的车练技术 练车的时候咱也打表 按价付钱 天底下 竟有这样的好事啊 全红燕想都没想啊 直接就答应下来了 于是张军每天就在重庆街头玩出租车 全红燕呢 也挺高兴有男人陪着他 如此一来二往 张军没付出太多 就把这个女人勾引上了 没过多久 张军犯罪的隐又来了 本来想带着这个心情妇一起干 可是一琢磨 这刚认识 也不知道稳妥不稳妥 得了吧 只好自己独自前回湖南 在全红燕面前呢 谎称是有笔大买卖要做 张军一去无影踪 全红燕 只能是叹气作霸呀 再找个男朋友吧 就又找了一男朋友 2000年五月 张军又一次出现在全红燕身边 哎 敢巧不巧 这时候的全红燕呢 又失恋了 寻死觅活的 自杀两回都没死成 张军对他是山盟海誓 并且拿了几件抢得的金手势讨好他 全红燕试探他做什么生意的时候 张军告诉他做金银手势生意 张军和这个女人鬼混几天之后 决定发展他入伙 为以后在重庆作案多找个落脚点 趁全红燕刚失恋 心情也不好 张军就邀请他呀 去长沙散散心 全红燕当时就答应下来了 他们在长沙黄花机场下了飞机 住进了宾馆 张军用假身份证登记了房间 住下来之后 张军在房里面 叫全红燕拆枪上弹夹打枪 然后张军就离开了 四天之后 上午十一点多钟 张军又来了 当时啊 全红燕穿着吊袋裙子 张军让他换成黑背心跟白裙裤 张军当时呢 身穿绿色翻领T恤和黑色的休闲裤 身上背一个深色的帆布包 这包里边有枪 出了宾馆 张军又叫了一名 穿白T恤的矮个子男人 这个男人二十多岁 三个人上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 张军坐在前面 全红燕 跟这个男人呢 坐在后面 坐了一二十分钟 在一个偏僻的小车站 又换成出租车 开了四五十分钟之后 在一个鸡羹道旁边啊 停下来了 三个人走进了一个树丛里 张军对这个男人说 今天带你出来啊 是因为你经常拿钱抽薪呢 啊 什么叫拿钱抽薪呢 说白了就总是隐瞒部分的赃款 自个独吞 张军脱下了这个男人的衣服 用树枝打他 并且让这个男人呢 把脸背过去 然后他拔出手枪 推弹上膛 把他交给了全红燕 凶狠的命令 杀了他 全红燕吓得直抖 连枪都握不稳 那个人扭头一看 吓得魂飞天外 连站起来逃命的力气都没有了 尿水直流啊 只有归在地上连声求饶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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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再次命令全红燕开枪 并狠狠的推了他一把 于是全红燕双眼一臂 朝那个人 砰砰开了两枪 那个人应声而倒 头重重的栽进土里 四肢抽搐 张军从全红燕手里 拿过手枪 又补了两枪 其中的一枪 郑重那个人的太阳穴 张军老练的找回四个蛋壳 卷起那个人的衣裤鞋袜 带着全红燕 离开了现场 当天晚上 张军给全红燕 讲了自己抢劫杀人的故事 吓得全红燕目瞪口呆 张军跟他说 杀一个人跟杀十个人 没有区别 都是死罪 今天你也杀了人了 以后就跟着我好好干 少不了你吃香的 喝辣的 当天晚上 两个人乘火车返回重庆 此后 张军在全红燕家里边住下 即使民警来查户口 全红燕也不敢告发他 在张军所有情妇里边 年纪最小的呀 就是陈乐 他是怎么认识陈乐的呢 陈乐呀 是一个喝着洞庭湖水长大的孩子 个子高挑 眉清目秀 初中毕业以后呢 陈乐就来到了常德闯世界 1999年下半年 他认识了张军 张军一看 这姑娘漂亮 于是呢 就开始追求陈乐 还为陈乐在三间小区 买了一套房子 后来这套房子呀 成了密藏武器弹药 和汇集团伙的一个黑窝点 张军每一次带枪回来 或者是开会 都在这套房子里的一间密室里面 每到这个时候呢 张军都会支开陈乐 要不你去买点东西去 要不你外边放放风去 一直到九一大案发案之前 陈乐都只看到张军善良的那一面 却没有真正看清楚他险恶的那一面 就连张军打他 他都看成是一种爱 九一大案案发之后 除了赵正宏当天晚上逃回易阳之外 张军 李泽军 陈世青 都钻进了三间小区陈乐的家里边 当陈乐看到一件带血的衣服之后 张军对他说了 你是个聪明人 只要不讲出去 对你有好处 如果讲出去 我就要杀你全家 九月三号下午四点 张军离开陈乐的住处的时候 还对他说 我到广州去了 张军到广州之后 两次给陈乐打电话 陈乐万万没想到 这种庇护窝藏也是一种犯罪 他更没想到 自己啊 当了杀人魔王的同伙 警察告诉他 张军已经落入法网的时候 陈乐还连连摇头说呢 他是抓不到的 后来 看守所组织他们看了张军被签的电视片之后 陈乐哭了 哭的是那么的伤心 这么被爱情麻木到如此程度的女人 直到在电视上 看到张军在重庆还有情妇 并且还跟其中的情妇生了孩子的时候 才突然醒悟 介绍完他的这些情妇之后 咱们就来说说 他在那些年所犯下的那些罪恶 1995年12月 下着浓雾的山城啊 还飘着小雨 天还真是挺冷 当时张军呢 刚认识秦植毕不久 就我们之前说的那43岁的那情妇 张军认识他之后啊 就开始在重庆街头勘察路线 为抢大钱做准备 他看中了重庆市友谊华侨商场 沙平坝分店的黄金柜台 用了三个月时间踩点设计逃跑路线 第一次抢商场金店 他一个人不敢下手啊 咱们之前也说了 秦植毕头脑简单 胆大妄为 张军就琢磨着 让他当同伙吧 事前呢 张军特意买了一辆崭新的红色125型摩托车 送给秦植毕 并且在当天夜里 以考验爱情为理由问他 如果有人杀我 你怎么办呢 我也杀他呀 为你报仇啊 为了你 我上刀山下火海都敢去 真的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呀 我当然相信 咱们这么过日子 也不是个办法 得捞点大钱才行啊 谁不想捞大钱呢 不知道怎么才能捞大钱呢 我有办法啊 第二天 张军就带秦植毕 去了有一华侨商场 杀平霸分店 说是陪他逛商场 其实是让他熟悉环境 回到秦植毕家里边 张军故意提到了 黄金庄柜里的商品 秦植毕 直言口水 又忍不住 哀声叹气 怎么着 你想要啊 就是太贵了点 只要你想要 我就把他们全给你 看秦植毕不相信 张军说 你以为我开玩笑呢 我不信你全唠得来 我有办法啊 什么办法啊 去抢 哎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脑袋发烧 吃错药了 我去抢 你敢不敢去 老娘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这样就好 接着张军把抢劫计划和安全措施 以及逃亡路线 说给秦植毕听 吓得秦植毕张大了嘴 大气都不敢出 哎 这可做不得 抓住了要掉脑袋的 张军又把自己早就是杀人犯的事告诉了他 你要是不帮我 我只好杀了你 谁让你知道那么多底细呢 你跟我干一瓶 发了财就洗手不干 我这辈子就陪你过太平日子还不好吗 秦植毕脑子简单 就答应跟张军抢商场 并不是他不怕死 而是因为怕失去张军这个男人 张军多次带秦植毕去熟悉逃跑路线 并且驾驶摩托车在路上演练 俩人各自给对方壮胆 终于决定身处魔障 1995年12月22号 上午两个人偷了一辆黑色摩托车 下午两个人背起了作案工具 秦植毕女扮男装 把头发挽起来戴着橄榄帽 上边穿男士夹克衫 下边穿深蓝色牛仔裤 脚灯运动鞋 俩人开着摩托车来到了金店门口 晚上的六点半 正是下班回家的高峰期 重庆有一华侨商店 沙平坝分店里边啊 购物人群熙熙攘攘 一派繁忙的景象 张军和秦植毕混入人群 大踏步的走向黄金砖柜 张军掏出枪来 对着一个营业员头部 不许动 没等他反应过来 秦植毕就冲进柜台 往马桶包里装金手势 啊 枪切了 四十三岁的女营业员 李建青情急之下 大声呼喊 话筋刚落 张军抬手就是一枪 击中了他的胸部 听到枪响 商场里有的人趴在地上 有的往外冲 不明真相的店外人呢 还有的拼命往里边挤 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热闹事 张军看见秦植毕 装了很多金手势 觉得够了 快撤 贪心的秦植毕 还想多抓一些手势 被张军一把抓住 一领 快走 两人奔向店门 张军鸣枪开路 子弹打在地上 反弹击中了一个人 看热闹的人 一下子明白了 哎呦 这可是撞见恶魔了 赶紧跑吧 都让开了一条路 秦植毕背着包在前 张军挥舞手枪断后 跑出商场 跑下台间 跑进车库 开车逃跑 张军为了扫清道路 对附近的人群开了一枪 一名清洁工人来不及躲避 当场身亡 两个人呢 开着摩托车 消失在重庆的茫茫人海之中 张军抢劫得手 躲在秦植毕家里边 几天不敢出门啊 只让恢复女装的秦植毕去听听风声 并且烧回有消息箭报的报纸 张军根据各种情报呢 分析警方动向 隐蔽多天之后 张军用一口箱子带走金首饰 再返回重庆 分给了秦植毕八十五万 秦植毕一下子报复 用钱很洒脱 但也没人怀疑过 他手中的钱是怎么来的 张军有了钱之后 决定要大干一场 于是钱回常德 去找以前的死党陈世青 和严若明 见到陈世青和严若明之后 张军表示要买些枪 严若明呢 认识一洋人高丽君 知道他在卖猎枪 对走私枪械的鹿子很熟悉 就出马联系 用六千块钱的价格 买了几把猎枪 可张军呢 更喜欢手枪 严若明 只好在让高丽君找鹿子 问他能不能想办法 搞急挺高射机枪和迫击炮之类的火力凶猛的武器 这家伙把高丽君吓得目瞪口呆呀 最后 张军还是从云南几个小流氓手上 买了两把手枪 三个人呢 经常开车到湘西深山老林里边 练枪法 彼此嘲笑对方 彼此嘲笑对方枪法臭 这一路上 陈世青开车 仨人就在车上商量着下一个抢劫目标 张军呢 极力主张 再抢重庆 因为重庆 有躲藏的地方 于是 张军二上重庆 又住进了亲日陛家 这一次 他把抢劫目标 定在渝中区闹市中的上海一百重庆分店的黄金柜台 他把抢劫方案策划好 就约闫若明到重庆会合 闫若明一来就跃跃欲试 张军倒不着急 带着他熟悉重庆 主要是熟悉逃跑路线 在长江边 张军问闫若明 如果抢劫失败被警方抓住怎么办 闫若明说了 甭等他们抓我 我就自杀了 甭担心 1996年12月25号 下午六点多 又是下班人流的高峰期 张军和闫若明呢 就闯进了上海第一百货商场重庆分店的黄金柜台 张军拔枪对准了营业员 轻声的说 不许动 打开柜子 把东西装进来 这时候 闫若明已经抖开布袋 拉开袋口 命令营业员把黄金首饰装入袋子里面 因为事发突然 营业员只能就范 价值六十万元的黄金首饰落入袋中 商场竟然没人察觉发生了结案 正在这个时候 商场的一个驾驶员走了进来 一看这情况大吃一惊 张军大喝一声 让他躲到柜台后边去 可这个驾驶员转身就跑 张军追了几步 一枪就把这个人打伤了 枪声一响 商场里面顿时警觉 顾客们纷纷朝黄金柜台探望 撤 两个劫匪拖着一袋黄金首饰 按事先策划的路线 朝商场里面冲 边跑边打枪 吓得商场里边的人呢 纷纷逃命躲避 俩人从商场的另一个侧门逃了出来 逃上大街 转入了一个巷子 跳上早已经准备好的摩托 迅速逃顿 整个案发过程 仅仅五分钟左右 案发现场的人 居然没有一个人 完全看清劫匪的长相 张军和颜若明 在秦之毕家里边躲了十来天 然后分头逃离重庆 张军往府岭 颜若明回常德 1997年 张军又一次出马 这一次他选在了哪呢 1997年的时候 张军又一次出马 他到长沙踩点 把目标呢 锁定在了长沙某商场的黄金柜台 并且设计好了逃跑路线 12月19号 张军 李泽军 赵正宏 以及张军的另一个外甥王宇 来到长沙 王宇呢 是主动请战 要来跟着发大财的 五个人开始寻找抢车目标 便于抢银行的时候使用 在长沙湘江宾馆的停车场 他们看中了一辆桑塔纳轿车 于是动手偷车 正好在这个时候啊 这辆车的司机从宾馆出来 看见这情况 冲上前就开始破口大骂 并且大声的招呼保安 张军一看 情况不妙 拔枪就打死了司机 并且抢得了车钥匙 由陈世青驾车逃跑 此时 长沙警方接到报案 迅速展开围堵 张军见事已至此 他不甘心放弃这场抢劫计划呀 指挥着匪徒朝湖北方向逃窜 在半路上 网雨下的浑身发抖 长沙警方在这个时候啊 已经下令沿途各路卡 注意这辆车的动向 并且通报被抢车的车牌号 1997年12月20号 引浮了一天的张军等人 驾车来到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收费站 张军自称是公安部特派员 要求放行 坚决不交过关费 双方发声口叫 这时候 治安血管员发现了这辆车的破绽 这辆车跟长沙贝杰的车辆特征相似 可惜啊 还来不及报案 赵正宏用一支猎枪击杀了治安血管员 张军李泽军分别用手枪和猎枪杀了另一位交通血管员 李泽军拉起起罗杆 这几个劫匪冲冠而去 逃出去了一百来里地 他们呀就把这辆抢来的车给烧了 搭乘前来迎接的陈世青的车逃回常德 因为王宇表现太差 张军差点杀了这个外甥 抢劫长沙的计划流产 让张军十分恼火 开始着手为下一件血案做准备工作 这一次张军将目标定在武汉 他多次率领李泽军和陈世青到武汉踩点 将目标锁定为武汉广场黄金屋 他本来呢 想像重庆一样如法炮制几个情妇做犯罪的窝点 可是勾引了几个女人 都是贪财胆小之辈 让他很失望 一天张军在武汉广场附近侦查逃跑路线的时候 看见有家铺面呢 要转让的消息 马上决定在这开家什么店 一座掩护 他通知勤执币 赶快到武汉 勤执币来到武汉 已经是十月了 张军呢 也不暴露抢劫计划 只是说勤姐活得辛苦 我想帮你谋条财路 重庆火锅在武汉很受欢迎 我呀 愿意帮你开家火锅店 勤执币眉头一皱 开火锅店要本钱 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钱你不用操心 我给你三万 这是你效忠这么多年的奖金 赚了钱 也归你所有 赔了本 我也不要这笔本钱了 勤执币认为张军够意思 当场就开始张罗开火锅店的事 火锅店很快就开张了 勤执币想装修一下门面 张军不允许 并且告诉他自己的意图 这家铺面越简陋越好 等抢完黄金首饰 咱就关门 最好是生意清淡 来客少 更便于咱们商量抢劫的事 勤执币一直在叹气 哪有这样做生意的呀 转眼就到了年底 张军把杨明艳从重庆接到武汉 首次让两个情妇面对面 亲直必一见 杨明艳 比我年轻 比我漂亮 当时就吃上醋了 忍不住摔碟子 踢板凳 闹开了情绪了 张军当着老婆的面呢 在勤执币面前献殷勤 终于是让他平息下来了 于是张军 杨明艳 勤执币这三个人呢 就躺在火锅店里的同一张床上 竟然相安无事 这一转眼 过了元旦 这就是一九九九年了 一月四号晚上七点 张军 李泽军 赵正红 从火锅店钻出来 陈世青 已经驾驶一辆偷来的红色富康车 等在门外边 三个人上了车 按照计划 陈世青把车兜了一圈 从另一个方向开进武汉广场 把车呢 停在地下停车库标牌下边 四个人立刻开始往头上套黑罩 这时候 一个保安走了过来 张军拉起衣领 遮住了脸 打开车门 迎上去说 我是省公安厅来执行任务的 你把对讲机关了 跟我走 这个保安一看情况不对 别慌 你们要是来执行公务 就通知我们主管部门 张军这时候 拔出手枪 蹦的一枪 对着保安的脑袋 就打了过去 子弹呢 打飞了保安的帽子 保安一跤滑倒 趴在地上 张军也不理会这个保安了 跳下车 朝五号门里冲 张军冲在最前边 冲着天花板 连开了几枪 商场里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以为是气球爆炸 等看明白的时候 疯了似的 拔腿就跑 靠门进的 跑街上去 离楼梯进的 跑二楼去 营业员们无处可逃 全趴在柜台里边 一会儿 熙熙攘攘的人 就都见不着了 整个一楼 死意般的寂静 张军和陈世青 持枪警戒 李泽军呢 把布袋的口打开 赵正红连砸十二个玻璃柜 将金银手势 钻石等等 都装进袋里边 这时候 六号门方向 三十米开外 闪光灯一闪 不好 有人照相 陈世青 对准六号门的身影 就是两枪 同时 他看见六号门 被两个保安 拉下来关上了 另外几扇门 也正在拉闸关上 快撤 此时作案啊 仅仅三分钟 张军冲在前面 鸣枪开路 李泽军和赵正红 提着黑布袋 陈世青 抱着一纸箱子 金银手势 跟在后边 这时候 只有五号门 没有关闭 他们就在这 往外冲 在门前 一名商场保安 正一辆接一辆的 朝门里扔自行车 扔了六辆 劫匪已经冲出来了 张军跳过地上 这堆自行车 朝那名保安开枪 保安赶紧躲到了 一辆摩托车后面去了 四个蒙面劫匪 冲向停靠的出租车 这名保安呢 激紧的记住了车牌号 张军朝将要逃跑的解放大道方向 连放三枪 想让路上的车辆为他让道 李泽军赵正红 打开车后盖 把装满金银首饰的口袋和纸箱子往里边塞 这时候 两名巡警赶到了 在不远处 鸣枪市井 惊慌之下 陈世青没把车发动起来 张军立刻朝前冲去 率先开枪袭警 李泽军赵正红也掏枪射击 情急之下 两名巡警 躲到了一辆运送钢筋的大货车后边 依靠货车来还击 这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货车上一名湖北孝赶的民工 被枪打倒了 李泽军绕过出租车 从侧面包抄到了巡警侧后面 一枪打中了巡警方亮的头部 这时候 陈世青发动了出租车 这几个劫匪快速钻进车门 汽车沿滑坡路朝市中心的京汉大道逃窜 一路上横冲直撞 张军拔枪乱射 路人纷纷躲避 在一家酒楼前边 李泽军一枪击中了路旁边的电线杆子 子弹反弹击中了一个市民 出租车以惊人的速度 又冲出了五十米远 一头撞在一个路边 做餐饮用的大铁炉上 一口铁锅 迎面就飞了过来 赵正宏李泽军重重的撞在车顶上 赵正宏疼的 枪都拿不住了 结果路上还掉了一只手枪 陈世青调转车头继续猛冲 出租车消失在了滑坡路的尽头 武汉广场和武汉商场啊 都在一个地方 晚上七点以后是商场顾客最多 此路段交通也最容易拥堵的时候 如果开车从这往北 就可以出武汉市区 城郊结合部设有治安检查站 狡猾的张军不是立即向郊外逃窜 而是向闹市的大马路奔跑 把车扔在江边了 各自扛着一部分金银珠宝 分散逃逸 在这次吴广结案中 四名劫匪 打死一人 打伤六人 抢走价值三百余万元的黄金饰品 就在张军他们出火锅店的时候 杨明艳一直在店门口求老天爷保佑劫匪 抢到黄金首饰又能确保平安 他心里边还盘算着用这笔钱买什么好衣服穿才更合适呢 这个地方离武汉广场不远 那边一出事 消息就从市民们口中传过来了 听说劫匪和警察发生枪战 杨明殿吓得脸色发白 秦之笔慌忙跑到里边赶紧收拾东西 这就打算逃命 过了一阵 消息又传过来了 说警方已经全世界严 围捕持枪蒙面抢劫的劫匪 杨明殿心智 张军又一次得手了 紧张的神经又松弛下来 他喘了口气 直接到里边就骂了一顿秦之笔 没过多久 张军这个魔头人模人样 提着一个大包就回来了 里边装满黄金首饰和钻石首饰 两个女人把他迎进店里 火锅店关门打压 关门的时候 杨明殿还和邻居瞎扯着抢劫案呢 假装吓得吐舌头 稍晚一些 赵正红李泽军陈世青 分别从别的地方 依次赶来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躲进了火锅店 几个劫匪在店里躲了两天 以乘分金各取自己应得的一份 等风声烧过又各自离去 期间杨明殿多次装着采购的样子 进出武广商场打探风声 看警方是不是掌握了什么致命的线索 十来天后 秦之笔宣称生意不好做 把火锅店转让出去 一伙歹徒便全部离开了武汉 开始走向死亡之路 张军系列持枪抢劫案 当年震惊全国 为此 常德公检法机关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取证 和准备工作 有关这个案子的各种案卷就高达两米 仅仅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有48卷 2001年4月14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重庆常德同时公开审理张军系列持枪抢劫案 在法庭调查中啊 除了全红艳辩称 说我杀人是在张军逼迫下不得以而为之 其他的被告人呢 都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 在第一天的庭审结束之后 张军在被押往监防的时候说了 我太累了 凡是有关对我的指控 我都承认 我要求减少审判程序 他的这个要求被法庭拒绝了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张军在第二天的法庭上啊 就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法官问到相关案情的时候 嗯是没错 对 偶尔来了兴致呢 也对其同伙共认的事实啊 进行纠正 但是这种纠正啊 都是认为同伙对自己的罪行交代的不够彻底 法庭在调查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抢劫杀人案过程中 当检方通过电视屏幕宣读一个案犯的交代材料后 张军突然向法庭提出申请 要求对该案犯的交代进行补充和纠正 张军说了 他还有些问题没交代清楚 上海一百重庆殿案发之前呢 我还专门带他模拟训练 上山练枪法 学摩托车驾驶 我们还提前勘察了地形 这些他都漏掉了 很明显 张军要让所有人为他陪葬 他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推卸罪责 甚至还有意炫耀自己的没人性 4月16号下午4点左右 常德审判点进入辩论阶段 7名被告人向法庭做最后辩解 自知罪责难逃的被告们 有些呢抱着必死无疑的心态 说出了悔恨交加的心情 有的呢还想做些辩解 但每个被告都不约而同的指责张军 骂他把自己拖下水 审判长问 被告还有没有要向法庭提供的证据 话音没落呢 一直低着头的陈世青 立刻将求助的眼光 投向他的辩护律师龙战和 龙战和立马说道 量刑的时候 请法庭充分考虑 被告人陈世青的投案自首情节 陈世青自己也赶紧说 胡梦连夫妇的尸体埋在哪 也是我交代的 一听这话 李泽军也忍不住插话了 哎 这张军左脚板有颗黑质 是我告诉警方的 被告赵正红也换了一副嘴脸 我也是受张军胁迫的 王宇忏悔说 张军是我表叔 他拉我入伙的 我上了贼船 走上难以自拔的道路 对自己的行为 悔恨不已 我不懂法律 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理 最后 陈世青从外套口袋里边 掏出了几叶纸 手啊 一直在那颤抖不已 顿了一会儿 低头念出 我向受害者致哀 我是在张军的授意下 念到这儿 他突然停了 过了一会儿说 算了 我没有什么可辩解的 当下把准备好的辩解辞丝了 扔到地上 4月21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做出一审判决 张军 李泽军 陈世青 赵正红 闫若明 许军 李金生 秦直碧 全红燕 严敏 莫金英 纳波 朱家武 王骏 分别被依法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陈世青 杨明燕 分别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之后 李泽军 闫若明 秦直碧等 不服 分别提出上诉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经分别审理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于是分别做出终审裁定 驳回李泽军 秦直碧等人的上诉 维持原判 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 分别依法核准了张军 李泽军等人的死刑判决 2001年5月20号 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张军 李泽军等特大系列 抢劫杀人案中的14名罪犯 分别在重庆市 常德市 被执行死刑 接着给大家讲案子吧 今天要说的这个名字叫阿鲁之死 阿鲁呢 是笔名 本名叫鲁荣福 他是个诗人 也是犯下四起杀人案的罪犯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的大陆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文学青年呢 很少有人不知道阿鲁这个名字的 阿鲁啊是个天生的多情种 想当年在哈尔滨 他追求太阳岛宾馆的一个女服务员 大晚上他给人家打电话 问你想不想我呀 那女孩说了声想 阿鲁这么着啊 就在半夜没有船的情况下 脑袋顶上顶着衣服 游过了松花江 去太阳岛宾馆找那个女孩 阿鲁啊是1965年生人 生在黑龙江的滨县 曾经在中国人民银行 松花江分行工作 担任松花江金融杂志的副主编 后来呢他辞职了 先是加入到关东诗社 1989年5月6号 在诗歌报上发表的阿鲁之死 被认为具有超前意识 而广受关注 阿鲁之死也是咱们这个案件的名称 这是阿鲁写的一首诗 因为比较长 大家网上搜搜吧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阿鲁呢 还曾经担任世界华人诗人协会 括弧香港理事 是这个协会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 他在80年代荣获了第14届青年文学新诗奖 和日本NHK和平年征文 90年代获得某权威刊物评选的 中国十大先锋诗人的称号 是先锋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这一生啊比较短暂 一共创作自由体诗 总共有一千多首 诗歌随笔 那经常刊彩在 向人民文学当代诗刊 星星绿风诗林诗神 诗巢诗歌报 魁 而且啊 经常在国内外获奖 他的诗歌还入选了中国诗库2007卷 著有诗集和散文集 寂寞的旅行 雪的草原 这是台湾版的 还有阿鲁之死 和送给忧郁女友的红玫瑰等等 这不是一般人吧 可以说是一个在诗这个领域 很有建树的诗人了 这位浪漫 多情 富有才华的年轻诗人 他是个杀人犯 1995年的金秋啊 那是北京城最美丽的季节 共和国生日的喜庆氛围还没有退去 北京人呢 又在逾越当中迎来了周末 10月7号是个礼拜六 早晨7点刚过 东山小学教导处的于老师 直完班刚走出校门 看见西墙外边垃圾桶那 有两个老头指着靠墙的一个 粉黄蓝三色相间的编织袋 在那说什么 这臭味这么大呀 这里边是不是有死人呢 这吓了于老师一跳啊 本来这天啊 就让他身上稍微有点抖大清早的嘛 听着这话呢 急嫩鼓都往外冒汗气 他返回到学校 拨通了西城公安分局值班室的电话 几分钟之后 西长安街派出所值班所长韩广才 派四名干警到现场查看 经过确认 编织袋里边 真的就装着一具男性的尸体 这可是大事啊 很快的分局刑警大队市局刑侦处都出动了警力赶到现场 分局长潘永珍主管行政工作的副分局长王忠 他们也亲自赶到现场指挥案件的侦破 这尸体啊 已经有段日子了 深度腐烂 臭气熏天 让人喘不上气来 经过初步的分析认为 这个案件是杀人之后藏匿尸体 因尸体腐烂 没法继续隐藏 这才把尸体抛弃处理 在调集警力的同时 副局长王忠 分局刑警大队队长韩建国 西长安街派出所所长刘阔 市局刑侦一处一队副队长 颜伟等领导和有关人员 组成了1007抛尸案 侦破领导小组 对抛尸现场周围的情况 东栓胡同所处的地理位置等等 再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他们一致认为 即使案犯是在夜间抛尸 也不会拖着发出异味的腐尸满他节奏 冒着随时可能遇上巡逻民警的风险 穿过长安街 他们决定 立足长安街派出所辖界 注意发现有异味的院落 寻找第一现场 所有参战的干警 划分成了五个走访小组 深入到北新华街 六部口 新平路 东荣县和东文昌五个居委会 逐院逐户的进行查访 中午这饭点都已经过了 相当一部分民警 还在饿着肚子工作 一直到下午六点 被走访的居民 已经接近了三千户 据两个扫街的人讲 当天凌晨五点半 他们就看见了垃圾桶旁边的编织袋 说明这抛弃尸体的时间是在五点半以前 除此之外 能够撑得上线索的 那就料料无几了 这时候领导小组也有点犯迷糊 是不是之前划定的这个范围不太准呢 领导小组综合了调查走访的总体进度 重新推敲了侦破方针 认定调查范围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大 要求原有五个走访组继续把余下的居民户走访完毕 不能漏院 不能漏户 同时呢把警力重新做了调整 把高碑巨委会和兵部蛙巨委会扩进了走访之列 到晚上九点 负责兵部蛙巨委会的片警卢勇给所里打来了电话 他说 今上午 租住在兵部蛙十六号的俩东北人搞卫生来着 他们那儿来素水这味儿特别大 这是一个让人鼓舞的消息啊 转眼的功夫 派出所副所长任学峰和刑警大队一分队队长武建华 已经赶到了兵部蛙胡同十六号对面的个体饭馆 换下了卢勇和李京这两个民警 听了小卢的简要介绍 任学峰嘱咐他 哎 估计有戏 我们呢 在这盯着 你们赶紧上居委会 向头报告 抓紧布置蹲守 为了便于情况的掌握和协调指挥 领导小组在位于东城荣县胡同东口的天安酒楼 设立了临时的指挥部 领导小组分析了一下十六号院的情况和周围的环境 他们认为 不管怎么样啊 先把人给我弄回来再说 于是 派出所民警崔建国孙志伟和刑警大队的胡金生四名刑警 负责在十六号对面的个体饭馆蹲守 同时 在不远处的东新莲子胡同 设立现场指挥中转站 由任学峰和韦岳进负责 刑警和派出所民警若干 遵守现场和指挥部之间的沟通联络 这一切都安排就绪 干警们各就各位 兵部挖胡同十六号院 里边住着三户四个人 全都是租客 门房住的是河北来的农民叫王茂林 平日呢 在北京站一带帮人家卖肉 今年六月住进了十六号 里院两间靠北的西房 住着在某商煞租柜台卖服装的陈小姐 陈小姐虽然是北京人 但是家呢 住朝阳 离她练摊这地儿太远了 她呢 就在今年的八月通过中介人 牵线搭桥租下了两间房 南边紧挨着陈小姐的两间西房啊 住的是两个东北男青年 民警来访的时候呢 他们不在家 从陈小姐和王茂林的口中 民警了解到了东北二人的一些情况和这两天的活动 两个东北人大概是七月底八月初搬进来的 大个呢 大概是三十多岁 身高有一米八五 宝寸 长方脸 浓眉毛 还双眼皮是相貌堂堂 她曾经向陈小姐自我介绍 说她是写书的 笔名叫阿鲁 还有一小个 年轻 二十一二岁吧 也留着小瓶头 双眼皮大眼睛 也是一副挺讨人喜欢的模样 这俩人呢 自称是一兄弟 大个儿管小个儿叫小雨 门房王茂林听大个儿说 他姓罗 在北京有个公司 这兄弟俩啊 跟陈小姐的关系走得要近一点 毕竟是住隔壁嘛 墙挨着墙的 两个人外出的时候呢 还经常跟他打个招呼 托他照应一下家里边 从外边回来 也往往先给他挂一电话 通报一声 十月一号上午十点 陈小姐从十六号出来 去朝阳母亲家里边 当他十月二号下午五点返回来的时候啊 发现这个屋门的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条 是邻居老大留的字 上面写着 大姐 我们哥俩回老家三天 请你帮我们交交花 并且照看一下小兔子 你看还养了只小兔子 过了两三天呢 陈小姐闻到四家屋子里边 怎么就有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臭味 就像什么东西烂了 他在这屋里转着圈 每个鸡脚嘎篮都找了 就没找到味道的来源 在六号中午 陈小姐的女朋友周月霞来找他玩 当女朋友帮忙去厨房烧水的时候啊 陈小姐就听他喊 梅 你快来 不来你后悔 陈小姐赶紧从里屋跑出来 顺着女友指的方向看过去 就见隔壁窗玻璃上边 全都是苍蝇 而且那个儿非常大呀 大概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苍蝇了 咱们接着说 陈小姐和她的女朋友 发现了邻居窗户上 啪的全是大号的苍蝇 他们这才明白 她闻到的腐臭味啊 就是从邻居的屋里散出来的 下午 陈小姐出了趟门 她晚上九点多回来的时候 隔壁的大哥阿鲁已经到家了 陈小姐这才想起问这苍蝇的事 阿鲁 我怎么闻那么臭啊 好像你们屋出来的味 啊 王大哥也问来着 我们走了之后啊 买了几只螃蟹 蒸熟了给忘了 回来都涨屈了 这阿鲁啊 是这么解释的 后半夜 也就是七号的凌晨 陈小姐听见隔壁屋里有动静 知道是兄弟里边的弟弟也回来了 他那时候呢 正跟女朋友俩人玩游戏机 也就没再出入 一直到早晨六点多钟 他出来送女朋友的时候 看见这隔壁呀 已经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到院里来了 正在收拾房子 墙上的围布也全都撕了 他以为人家就是干净干净 也没管 回屋直接睡觉了 睡到中午十二点 陈小姐起来打扫院子 发现邻居新买了一台洗衣机 还有这个雷达喷剂 那个叫阿鲁的哥哥呀 还问他 买什么消毒药比较好 他就说买滴滴味和来塑水 阿鲁啊 就出门买了一瓶来塑水 陈小姐还帮他们把这个来塑水 撒满了院子 又让阿鲁在你的房间里也撒一点 王茂林说 天不亮的时候 小雨就来敲门 要借他的小三轮 说是出去倒垃圾 他就把车钥匙交给了小雨 然后又重新的睡下 等到八点多起床的时候 三轮车已经在院子里边放好了 这哥俩正在打扫卫生 被子褥子都晾在院子里边 下午四点他外出回来的时候 兄弟俩还没收拾完呢 大个也就是阿鲁 让他呀 第二天早上八点 帮他们一块刷房子 大约他们折腾到晚上六点 这俩人又走了 干警们随即搜查了阿鲁的住房 尽管他们俩把房间进行了彻底的清扫 干警们依然发现了残存的点滴血迹和污污 没上锁的衣柜子里边 依旧弥漫着十足的臭气 去朝阳区的吉普车呼啸而回 房主找到了 经过查实 房子是八月十号通过某公司的中介人 租给这两个人的 价格呢 是每月五百块 房客当时一次性付了一千五 后来房主付给介绍人三百块的介绍费 大家伙就各自分手了 房主和中介人 还有这租房的两个东北客 互不相识 王茂林的小三轮车 也已经做了技术鉴定 结果是 车上有血迹 且为人血 到这儿啊 基本可以确认 阿鲁和小雨 有重大的杀人嫌疑 负责蹲守的民警 由院外的饭馆 撤到了院内 警力增加到了八人 干练的小伙子们呢 驱赶着不时袭来的困顿和疲乏 十六只眼睛 从各个方位死死的叮嘱大门 当那个眉目端正的男青年 终于跨进十六号院 一直在这儿 宫后的民警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人呢 就是小雨 大名叫徐伟光 院里的民警用电话 向外面通报了情况 得到指令 先别动 接着蹲 问问这个小个子 阿鲁上哪了 徐伟光面对警察的盘问 不时的转动着两只大眼睛 一会儿说他表哥回东北了 一会儿说住月秀饭店了 警方啊 马上去月秀饭店查询 同时与东北的长途客运联系 正在警方上下忙活的时候 大个阿鲁从外边进来了 一头就撞在了枪口上 派出所和刑警大队联合组织精干的力量 挑选八名战将 四人一组分别对两名重大嫌疑人进行审查 阿鲁大名鲁荣福 咱们前边说了 黑龙江省滨县滨州镇人 原任职于哈尔滨市某银行 今年五月辞去了银行工作 闲散社会 徐伟光22岁 农民出身 念了初中一年之后就一直待业 在五六年前 鲁荣福和徐伟光相识于哈尔滨的一家餐馆 后来来往密切称雄道地 今年六月初 两人结伴来京准备做点买卖挣点钱 他们呢 先是住在东城的一家招待所 后来通过一则租房广告 住进了西城区兵部挖十六号院 在这个期间呢 俩人没有找到任何可做的生意 身上带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这怎么办呢 于是啊 他们就进行了一番策划 觉得得找个有钱的人 把他骗来 累死 徐伟光说 府顺市有个叫李友国的 搞气配的 挺有钱 这人总上北京来 他一到北京就呼我 鲁荣福很干脆的说 就弄他 早在三月份的一天 徐伟光在东城的一家酒店吃饭的时候 遇见了李友国 彼此聊起来了 那都是东北老乡 也挺熟 以后啊 就经常的保持联系 这李友国做梦都想不到 吃饭认识的这么一个老乡 嘿 要了他的命 10月1号国庆节上午9点 徐伟光的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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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的响起来 是李友国 在约好的西单民航售票处前边见面之后 徐伟光把李友国带回了兵部挖16号 他给阿鲁介绍啊 这位大哥是辽宁的 一会儿买飞机票就去广州了 鲁荣福呢 一边假意的寒暄 一边给李友国冲了一杯咖啡 同时 慢慢的绕到他的背后 冷不防的 用事先准备好的活扣电线 套在了他的头上 跟徐伟光一人拉一头 李友国挣扎着倒在了地上 几分钟之后就口鼻流血 一命呜呼了 鲁荣福和徐伟光 从李友国的厚裤兜里边 翻出了一打人民币 五千六百元 然后 两个人把死者的裤子 夹口衫毛衣都脱下来 用食品袋把脑袋套上 把尸体弯曲之后 拿绳子捆住 套上两个黑色的垃圾袋 装进了一个大的编织袋里 放到了床底下 都折腾完了之后 已经是中午的十二点多钟了 两个人商量着 咱去广州玩些日子 就把死者装有大哥大的 手包等物品 放在了一个朋友家 当天晚上七点多 一块出了门 在广州的南方大厦 住了几天之后 鲁荣福呢 先一步 坐飞机 在六号晚上九点 返回了北京 到了十六号啊 这尸体 已经是臭不可闻了 他就在朋友家 借宿了一宿 七号凌晨四点多 又到北京站 去接徐伟光 在路上 俩人就商量 咱得尽快把尸体处理掉 这太味了 于是 遗失灭迹 粉刷房屋 掩盖罪行 在鲁荣福的朋友家 干警们找到了一个密码箱 里边装有死者 李友国的大哥大 黑色手包 和其他的物品 证实了 两名案犯所供述的 杀人罪行 案件到这儿 其实已经真相大白了 好较真儿的干警 却没有胜利的喜悦 也没有如是重负的感觉 经验告诉他们 相貌堂堂的对手 并不是那么简单 从案犯作案动机和特点来看 两个人来京一个月无功可做 密谋杀人越货 尽管还没有发现其他的劣迹 而胆大到赶在杀人之后外出玩几天又回来的 足以说明他们心狠手辣 不计后果 身上应该还背着其他的案子 因此审查力量再次调整 加强了突击审讯和问案的力度 经过一番较量 迫使两个人又交代了另一起 杀人抛尸的罪恶刑警 在六月初 鲁荣福和徐伟光从哈尔滨到北京 住在东丹附近的招待所 徐伟光到京的头一件事 就是马上跟一个广州人取得了联系 这个人是徐伟光去年在去大连的火车上认识的 一路上呢 这个人和徐伟光聊了不少买卖上的事 并且互相留了电话 12号晚上 徐伟光和鲁荣福正商量着怎么挣钱 徐伟光接到了一个电话 正是这广州人打来的 说呀 我已经到北京了 在新桥饭店住一天 现在住在一个朋友那里 徐伟光这心里就乐了 好 那明天我陪你玩 他心想啊 这可是块送到嘴里的肥肉 第二天上午 徐伟光陪着广州人到天安门逛了一圈 又在东丹附近吃了午饭 分手的时候 徐伟光约广州人晚上来招待所玩 回到住处之后 徐伟光和鲁荣福进行了一番策划和准备 吃过晚饭 广州人来了 三个人闲聊了一会儿 广州人起身要走 鲁荣福从后边用尼龙绳往他头上套 第一下没套上 这广州人慌了 什么情况 扭头就往外跑 徐伟光和鲁荣福一把给他拽回来 再次把绳套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两个人一人一头用力的拽着绳子把他勒死 然后把头罩在塑料袋里 用毛巾被把人裹起来 装进编织袋 塞进了行李箱 十四号凌晨四点 两个人把装有尸体的皮箱悄悄的抬出招待所 在路边打了一辆面堤 沿长安街到西丹民航大厦楼前面 让司机停车 给了钱打发走面堤之后 他们把尸体抛于首都影院前辈的地下通道 就返回了招待所 隔了几天之后 离京返回哈尔滨 从广州人的身上 两个人得到了六千元现金 金戒指一枚 金项链一根 李光照相机一架 密码箱一个 和刮胡刀和一部折叠手机 回到哈尔滨之后 两个人把金戒指金项链卖了七千五 全部挥霍殆尽 照相机和刮胡刀 他们一直随身带着 密码箱放在鲁戎服在北京的朋友那 也就是民警已经见到的 装有李友国一干物品的那个箱子 经过核实 曾经令北京警方一直无从下手的六一四抛尸案 照然于是 就这两起案子吗 警方不信 接着身挖 接着审 鲁戎服和徐伟光又陆续交代了1994年和1995年 在哈尔滨抢劫并且杀死两人的犯罪事实 分别是1994年6月4号 哈尔滨道理区杀人抢劫案 1995年1月12号 哈尔滨某开发公司工程部经理被杀案 都是阿鲁和徐伟光这俩人干的 四回他们一共抢得现金三万元 手持电话三部 以及金项链 相机 录像机 等等物品 这个案件呢 作者写到这儿就完了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阿鲁和徐伟光都被以杀人罪 判决死刑都已经处决了 好几十年过去了 要说呀 人生佛摩剑呢 一念成佛 一念成佛 人性就是这么复杂 有光明 有黑暗 一张脸是个先锋诗人 是很多人的偶像 另一张脸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咱们各位啊 还是秉承一个观点 交友需谨慎 不知根不知底的 咱别透露那么多信息 也别跟他们走得那么太近 不是咱们内津阴暗 这社会路太滑 人心太复杂 得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 阿鲁之死 全文完 好几十年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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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十年过来